12月11日 有网友爆料57岁的香港女星周海妹 已经离世 该消息很快上热搜 很多网友表示难以置信 纷纷跑到周海妹的社交账号下留言 希望她能出面发生辟谣 由于爆料者并没有详细说明 由此使得此事陷入罗生门 网友在追寻消息来源的时候 也在斥责造谣者 伴随此事的进一步发酵 媒体随后联系其工作人员 但工作人员拒绝回应此消息 而且还挂断电话 这让媒体嗅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有媒体又联系到了周海妹的友人 对方表示自己前一天还曾和周海妹有联系 也没有发现周海妹有什么异样 和大部分网友一样 周海妹的朋友也很难相信这条网传消息 但该有人打电话给周海妹 却一直无法接通 就在网友担心之时 又有人爆料周海妹送医的细节 该网友表示 周海妹被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醒了 送去医院后 就没有了生命体征 种种细节的曝光 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个传闻所言非虚 诸多的信息都朝向不好的一面发展 所以才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波 大约在晚间 有网友发现 起初爆料的那位网友已经将相关讯息删除 这让粉丝感到了一丝希望 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回应 另外有多个网友爆料周海妹去世的细节 其中一个网友透露 周海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还有一位网友爆料说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她姐妹就在周海妹的辖区 是助理报的警 还明确说出具体位置 在北京顺义别墅 而周海妹的家的确是在北京顺义区 之前她自己曾公开过 和爆料的信息都对上了 与此同时 网友翻看周海妹的视频不难发现 她最后一条动态 居然和前夫吕良伟的动态一样 都是同框文案 难道说吕良伟知晓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而吕良伟的评论区也已经沦陷 不过吕良伟并没有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其实很多网友相信这一信息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网传周海妹患有红斑狼疮 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从病情来分析 也不是不可能 内地渔记杜恩胡联系了田启文 他对此消息非常吃惊 反问哪里来的消息 田启文表示没有听人说周海妹去世 如果真的 圈内人早就知道了 他第一时间询问身边人 随后又打电话向周海妹的亲友求证 11日9时55分 田启文再次受访表示 还是没有确认周海妹去世的消息 刚刚给亲友打电话求证 但他们都没有回应 田启文估计是假消息 暂时没有得到窃窃消息 周海妹出生于1966年12月6日 家中兄弟姐妹四人 她排老二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在一起 1985年周海妹的父亲 看见香港小姐竞选的消息 便悄悄为女儿报了名 目的就是希望培养女儿的气质与形体 当时周海妹硬着头皮去参加比赛 那是周海妹第一次穿高跟鞋 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她落选了 本以为她会很难过 可她却十分开心 她不想被约束 因为长相出众 她最终还是被无线电视台看好 成为了无线电视台第一期学员 同年拍摄了首部电视剧《杨家将》 在剧中饰演杨家小女儿的九妹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超级豪华 集结了刘德华、梁朝伟、刘嘉玲、张曼玉 七美珍、黄日华、赵雅芝等演员 周海妹的戏份虽然不多 但第一部剧就和这么多剧型同台 珍就是出道及巅峰 而后周海妹的戏路越来越宽 因为拍摄《小岛风云》而结识了吕良伟 两人也因为这部戏走到了一起 那时周海妹只有19岁 吕良伟三十岁 两人相差十一岁 恋爱了三年 两人秘密结婚了 周海妹也从配角慢慢走到了主角的位置上 可惜她与吕良伟的婚姻越走越远 两人结婚仅八个月便离婚了 与吕良伟离婚后 周海妹就把所有的经历放到了事业上 1994年拍摄了《倚天屠龙记》 饰演的周芷若让她彻底大火 这几年周海妹也拍摄了不少电视剧 包括《香蜜沉沉浸如霜》 《薛元剑之汗之云》等 一直活跃在荧幕中 周海妹在2014年离开TVB后北上发展 同时在北京定居 她被传唤有无法治愈的红斑狼疮 需要终身服药 不过周海妹曾受访否认 称天生血小板低 并不是红斑狼疮 然而所谓的红斑狼疮真的存在吗 有记得周海妹打疫苗的时候 曾有网友询问其 不是有免疫系统疾病吗 为何还能接种新冠疫苗 周海妹表示 自己没有病 不要相信谣言 由此来推断 周海妹去世的消息如果是真实 那么应该不是红斑狼疮引起 难道说是感情 为何三天前与吕良伟发同样的文案呢 总之 这一切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不过还是希望其工作人员 尽快出来辟谣 针对造谣者一定要严惩 如果不是造谣 还请给予粉丝一个交代 回顾周海妹的感情 真的是一言难尽 出道三年便与吕良伟结缘 曾有媒体表示 两人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但周海妹曾表示 并没有完成相关的手续 之后周海妹还曾同黎明 林伟亮 以及仁夫赖正敏 富豪武士荣交往 但最终都没有结果 2004年周海妹的感情终于稳定 与建筑师男友定居北京 然而这段感情却在12年后分手 对于感情 周海妹曾表示 与其找一个不合适的 不如单拙 所以这些年她一直单身 57岁的她 对待爱情也没那么期待了 她曾说没有爱情一样 能活得很开心 她与两个狗狗为伴 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另外关于生育 她曾表示因为天生血小板过低 所以生育的时候有危险 由此来分析 难道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也不应该啊 翻看她账号 三天前还曾更新动态 五天前刚刚过完57岁生日 一切都看似很正常 最近这些年 人过半百的周海妹将事业重心放在内鱼 在影视剧中出镜率很高 尤其是在香蜜沉沉静如霜的精彩表现 让年轻的网友看到了她的演技和实力 2022年时 周海妹参演了电影《大汉军魂》 这也是截至目前 周海妹出演的最后一部影视作品 周海妹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女性中 颜值虽然不是顶尖的存在 但她气质独特 演技在线 深受观众喜爱 如今突然爆出周海妹离世的消息 希望这只是一场谣言 感谢观众喜爱